又来一阵强风 直接打中新闻采访车的驾驶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摊子又位移 K中车尾 车子的板筋伤痕累累 至于驾驶闪到一边 但手臂已经刮伤 车底下塞满了树枝铁条一堆杂物 驾驶尽责的把阻碍物清走 才能继续开 监视器还原狂风瞬间 摊车倒了暴风宛如隐形的大力士 将沉重的摊车 推移近百公尺 挡到住户出入口 这个体积相当的大 原本其实这个摊车 倒塌的摊车 它是在马路对接 这个学校的围墙边 他已经到这里 那我们通知他们 给他先帮起来 吹过来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怕他打我们的玻璃 对 消防队友来也没办法 肯定打 大街风大道 招牌横倒 强风在吹 铁皮一片一片的被吹先 一直滚飞 旁边小客车车主打开 后车厢也中标 驾驶扶着车子慢慢站起来 像这样子的风势 从凌晨三点开始 风大道车子开不了 车内摇晃 眼前一片雾茫茫 连速食店的招牌M字都被吹歪 白方在街边的摊子 一个一个吹到路中央 暴风过境 全面解体 一片片的招牌 铁架被拆解 瓦斯桶滚来滚去 只要风一吹 原先不能动的东西 都一起摇滚起来了 观光圣地的墾丁大街 小犬台风搅局 狂风吹得乱七八糟 招牌垮的垮 没垮的吹掉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店家贴了胶布的玻璃 也破了一团混乱 根本是恶犬过境 TVBS新闻 徐晋红 黄晓晴 评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